日前南投警方巡逻时 发现一台连接车 没有熄火停靠在路旁空地 而且车上满载不明货物 警方怀疑是载运废弃物 要非法弃制就上前盘查 结果驾驶不配合机查 还跟警方爆发了拉扯 过程当中有一名女警被推倒受伤 后来经过确认驾驶并没有 亲运证明文件 警方就将人带回派出所内 调查之后发现 她在今年8月才撞死人 官司都还没有打完 如今又因为违反了废亲法 和妨害公务被依法送败 一名驾驶被远警拦查 非但不乖乖配合 不只动口呛警 还动手推进 你拉扯我同事 你终于接受那边 拉扯过程中女警被推倒 发出尖叫声 警方立刻上前压制驾驶 这起冲突事件发生在25号凌晨3点多 远景巡逻时经过南投埔里中山路 发现一台连结拖着紫车 没有熄火就停在路边 认为心机可疑上前盘查 但理性驾驶说 只是在营件废财并没有违法 却又拿不出亲运文件 警方看她延迟闪烁 怀疑载运废弃物 想要非法弃制 当下通报环保局 驾驶开始谎称要到超商买东西 警方见状拦阻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一名女警遭推倒 身体擦错伤 制服和装备也都毁损 跟警方发生肢体拉扯 妨碍公屋还有伤害罪嫌 来做一个逮捕 另外会依废弃物清理法 相关的规定来韩送法办 警方将人逮捕带回所内 一查才发现这名驾驶 今年8月才撞死一名老先生 如今官司还在打 这回又因为偷倒废弃物 伤害远警被依法送办 记得正路程南投报道